这是1937年日军侵略上海的真实景点 这一场三个多月的战役打得异常的残酷 这是位于上海虹口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 这座堡垒式的建筑围墙厚度达80厘米 国军的炮兵部队瞄准外墙进行猛轰 却仍然无法将其摧毁 致使国军一直无法完成重大突破 所以国军只能寄希望于从外围一点点推进 但是日军司令部的周围分布着大量的军事据点 尽管蒋介石派出自己的经历第八十七和第八十八的写实 国军士兵英勇顽强的向日军据点发起了猛烈攻击 但是不得不承认日军的单兵军事素质极高 即使是使用轻武器仍然对国军造成了极大的杀伤 所以国军向前推进的进度非常的缓慢 双方在八字桥发生非常激烈的战斗 第八十八十第二百六十四旅旅长黄梅兴在八字桥不幸重大身亡 他是松护会战时国军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随着战事的升级 日军大本营派松井石跟帅上海派遣军登陆上海 无松宝山一带 登陆以后的日军凭借着战车疯狂往前推进 日军在中国战场主要使用九二九五式的轻型坦克 这种坦克的威力虽然比不上同时期苏联的T-34 以及美国的谢尔曼坦克 但是它的特点是轻便灵活 在发起冲锋时的作用非常大 因为当时国军拥有的坦克数量很少 而且主要都是从国外购买的 这些罪恶的日军坦克穿梭在上海的郊区 日军很快就猛攻军攻陆 也为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 日军进攻一直毫无进展 甚至被反递到了囚江路码头 战至九月九日 守军一个营的兵力全部殉国 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这是无松炮抬口被日军占领时的镜头 随着日军大部队的成功登陆 上海的战士开始往坏的方向转变 日军控制了上海侦辱车站 控制交通要道是交战双方的重点 这些是日军的赶死队 在冲锋前拿着大瓶子喝不知道是不是酒 其中有一个日军用烟雾作为掩护 其他人则随后发起了冲锋 他们是准备强部苏州河 苏州河就是现在上海境内的吴松江 它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 几个日军抬着渡河的伏地 然后在河面上架起了一座浮桥 这是整个松户战场 基本上大势一圈 国军逐步撤出了上海市区 蒋介石最终决定留下一支部队坚守伤害 由团长谢晋元带领八百壮士守卫四航仓库 镜头中日军正在进攻四航仓库 四航守军依托着坚固的防务 以及周围是外国租界的有利条件 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再加上日军加农炮对四航仓库厚厚的墙壁 无法造成致命伤害 日军值得放弃进攻 将四航仓库的供水和供电完全切断 最后由外国的调停 四航孤军撤入外国租界 松户会战破灭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